數位身份證的問題 實際上在去年的時候 有媒體報導廠商要求10億元 所以當時我也說沒有全民買當的事情 這件事情經過了我們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與廠商一起來做相關的協商討論以後 現在已經達成了一個協議 就希望能夠在2.8億以下 所以上次講的跟這次講的金額是不一樣的 對於數位身份證的問題 實際上牽涉到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來審慎的研議設置的情況 到2021年的時候 當時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顧慮 所以我們就是暫緩執行數位身份證的情況 但是對於新式身份證是否有需要呢 在各界的這樣的討論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我們也按照憲法法庭的解釋 我們需要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 提供設立一個獨立監督的機制 那我們也在籌備各自的保護委員會 那所以未來呢在這個各自保護委員會呢 成立以後呢 我們會再跟相關的部會來討論 是否有設立這個新式身份證的這個必要性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們會繼續來研議 然後來看看最後的決定是怎麼樣 謝謝 中天提問蘇丹宏事件立委炮轟石藥署把關失靈邊境查驗人力 第五年只增加一人院長認為是石安五環破功了嗎 從大陸進口含有這個不應該添加物的這個辣椒粉進來以後呢 確實造成國人在石安上相當的關注 那這件事情呢在衛福部呢 已經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從這個抽批檢驗呢 進入了足批的檢驗 那在今年二月開始呢我們也 衛福部以這個地方的衛生局呢 也加強這個所有的這個機場 那所有含有不法添加物的這一些情形呢 我們都已經要求他們務必要下降 當然食品安全的維護呢是相當的重要 那也確實有需要精進的地方 剛才提到有關於資源不足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來加強這個提供足夠的資源 中央跟地方要合作 政府跟民間要合作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來讓石安的工作呢 能夠更加的精進 那至於石藥署呢 對於各個縣市政府的衛生局呢 他們應該要一起來研商一個更精進 還有更好的SOP 來確保這個石安能夠做到更好 那我在這裡再強調 在這樣的一個努力當中 我們該查驗的就查驗 該禁止的就禁止 該處罰的就處罰 我們一定要做好這個石安把關的工作 是禁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